近年来呢有一些律师纷纷投入了环境的领域 替台湾的土地争取环境正义 这些环境捍卫者呢 他们不止每天阅读非常多的资料 从每一个案件当中寻找足死马迹 甚至呢也会清零现场去了解状况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他们还特别安排了一个自然体验的行程 实际走一趟阿朗伊古道 去体会自然海岸的魅力 另外呢也到了屏东的后湾社区 去了解土地开发的问题 爬上山望向海 踏进湿地聆听居民的言语 一群长期守护环境的律师 安排一场美丽的生态假期 他们拜访远方的海角 深深体验土地的美好 以及面临的伤悲 2010年12月台26县南田旭海段 环平差异分析通过 道路面临开发危机 屏东环保人士洪辉祥与朱玉喜 拜访屏东县长曹启宏 请教画社自然地景保护区的可能性 建议我们保护的范围 除了海岸线之外 一直到环英平 要针对纳路自然地景这一件事情 要委托 就是它有一个程序 所以不是只有这样就能弄 台26开路 不止破坏阿朗伊古道 就算最后道路修改 内缩200公尺 开通山区隧道 也是对台湾东南角的自然原始海岸区域 形成重大的危害 一旦路通 人潮涌入 更是破坏珍贵的物种基因库 2011年1月 屏东县政府自然地景委员开会通过 指定阿朗伊古道中 续海道观音鼻区域为自然地景保护区 依法半年内不得开发 环保律师詹顺贵 台湾农村阵线徐世荣老师 以及满野新族保育协会林子林 长期带领一群环境律师与志工 关心土地征收问题 在阿朗伊古道指定保护区后 也想将关怀力量延续到东部土地 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这些年轻人 非常积极热心的参与 我就进一步发想说 那其实光在台北做这样子的法案的研修 那如何维系他们的热情 可以这样持续的一直对这些土地的关怀 因为阿朗伊的这个环品终于通过了 那也有可能在今年就会有动工 所以我在构想说那如何规划一个行程呢 就是说也跟当下时事的议题有关系 那又可以让他们直接亲近土地 去感受这个土地跟环境跟人之间的关系 看到他的两个眼睛以为他被鸟捉了 实际上不是,他是犯客 三天的行程 分别拜访阿朗伊古道 厚湾社区 这些地区都面临着不同的开发问题 阿朗伊古道面临开路危机 在媒体的高度报道下 一夕之间吸引许多游客 洪辉祥老师希望来到阿朗伊纵走 不该禁止走走怀念 因为这个古道过去是还没有我们所谓八通关 越岭古道之前 我们南来北往都是沿着海边走 我们的先住民 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 平普族也好 都是从这个古道往返这个前山后山 现今知名的阿朗伊古道纵走 实际是阿朗伊古道的一段 由台东南田越过观音笔到屏东旭海 整段纵走上可分为南田立石滩 观音笔越岭路段 以及旭海郊岸与历史滩 三个不同区域的路段 洪辉祥多年勘察这片区域 希望带领一场深度的生态纵走 这是一种 那个什么 藤壶 可以吃呢 可以吃 这是藤壶 它的作用就是护着在木头上 然后把那些有机质大量的吸收 所以藤壶在海中扮演的角色非常的棒 它是一个最重要的营养源的制造者 一行人走上南田立石滩 海浪冲起卵石发出巨大声响 洪辉祥老师要大家别急着赶路 坐下聆听自然的乐章 这种都是怀着征服自然的心态来的 来到观音比南田段的攀登口 高度约500多公尺 分成三个坡段攀登 将近80度的垂直角 上攀必须依赖绳索 各位我们看到这个土石都已经侵蚀得很厉害 也把它踩空 那踩空会造成落石 对不对 下面的人会有危害 所以当你踩空你要怎么叫 我们就简化一点 我们就说石头 好 我们练习一片 来一杯 去 石头 对很棒 一次就OK 看一下前面 不用太近 不要勾到他的轨 一行人开始攀登 手脚并用的向上攀爬 这群年轻的环境守护者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派梅 接触这块台湾的东南海角 今天收集多少了 可以换很半打的科学面 休息过后开始越过观音笔野顶 洪辉祥老师在途中解说阿朗伊古道植物生态的珍贵 那像它这一棵其实大概有上百年的历史 所以它的结理会特别的复杂 一般如果它刚长起来 它没有经过大自然的考验 它大概单株 那它也没有什么裂 那它这个可能风吹 它会开始有伤口 那它的结理 它就会自己把它包起来 就形成它独特的这个结理 路上随处可见珍贵树种 洪辉祥老师担心 一旦道路开通就方便倒树者下手倒发 倒时就是老树不保 来到观音笔下切处野顶 坡度更加陡峭 洪辉祥老师要求确实做好下盘动作 我们下山一定是面对山壁 然后啊你们应该有听过所谓的 三点不动一点动 下山的时候脚先踩到支点 不管你要踩什么都OK 手再收回来 手再收回来 踩到支点了 手再收 手再收回来 一行人陆续攀下野顶 开始踏上续海段的沥滩 巴巴风载后 沥滩上遍布漂流木 让前进更加困难 到了一处岩角 大家必须跳浪通过 过了岩角继续走在沥滩 欣赏海边崩落的巨岩 洪辉祥解说 在破碎岩层上开路 将会造成地质破坏 一旦核废场设置在地质不稳定区 可能造成的危害 不稳定的话 因为这边造山还在继续 板块运动还在继续 所以什么时候它要在错位 没有人知道 走完漫长沥滩 踏上农路 阿朗伊古道纵走完成 原本赶路是纵走三小时完成 但是洪辉祥老师要求深入了解 细细体验 整个行程拉长到五小时 来到续海后 不急着搭车离去 希望活动成员穿过村落 能看看村子 并且和居民互动 洪辉祥老师对这群年轻律师 环境职工说出心里的期许 常年他们从读书到 现在准备要就业 大部分都在都会区长大 那都会区的很多东西 都已经理所当然 比如说我们看阿朗伊的问题 以都会的角度来看 因为大家都已经熟悉 这个所谓的公路带来的开发利益 那他不晓得说原来在地 当地居民其实也已经被洗礼成这样 所以他了解说观察说 NGO跟当地居民之间 其实有一点点的这种矛盾 那这个矛盾其实不是用知识可以解构的 黄昏时刻转往西南角的后弯 那是另一个环境有危机的地方 金站建设在后弯要盖大饭点 开发的区域位于墾丁国家公园范围内 正好是一片陆屑漆地 台湾陆屑专家刘宏昌在一场说明会上 明白指出开发带来的危害 现在的问题又是破完这块地的一个 就是刚好就是陆屑住的地方 是要盖鱼管的地方 可是现在没有陆屑的地方 是要变成是陆屑的一个保育 保育基地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说这个陆屑能不能保育成功 全世界没有 没有过去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目前开发案有条件通过环屏 进入国家公园休憩区开发的细部审议中 却被发现有不当使用国有保安领地的违法问题 依旧进行审查 在当地居民导引下 环境团体先认识村落 了解后弯的开发历史 接着进入陆屑诗地 探查开发的区域 以及可能造成的生态危害 因为它每年持续性的 就持续排队 试诱嘛 那试诱以后 真的是大概只有1%有机会回游 回到陆山而已 其他99%就是成为各种渔业的 对 食物了 它的鱼卵 不 这个蟹的卵就变成鱼的食物了 对啊 所以今天陆蟹 它在生态学上的意义都没有被看见 我们只是看见了这个财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盖饭店 然后一个晚上可以赚多少钱 洪辉祥老师所说生态链中断 指的是每年7到10月 陆蟹会暴卵下海产卵 多数蟹卵和幼蟹成为海洋的食源 一旦棋底消失 路线灭亡 海洋也连带受到影响 从亲自体验到邻居解说 参与的成员都有收获 在一场座谈中 每位朋友说出自己的心声 像在爬阿朗一的时候 唯一想到就是说 那我们都在说多美多美 然后环境破坏 然后生态 但我想的很现实就是说 我要怎么用在我的书状上面 对法官来说 那个是他可以用到的 如何把它转化成法律的书 在法律上面可以得到 阿朗一的编程 就是这么破碎这么脆弱 你要在那边盖公路 后果你也是要自行负责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来到这一趟 我觉得很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 就是我们实在是 对大自然一直存在 很傲慢的态度 今天就是这次来 我才知道说 原来陆瀉对这个整个 海洋生态或者是陆上生态 有这么重要 不会很长到野外走 因为我习惯是 就回到家就很不太喜欢往外跑 然后就第二天去爬那个时候 就一开始就远远看那个山 就很想说要直接冲上去 原本以为只是出来晃一晃 然后原来就是出来 除了旅游之外 还有那个生态教学 就有吸收到不少的 就意外的收获 全程陪伴与观察的徐世荣老师 以相互理解来说明 多元知识的重要 我们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个教育体系 我们的知识的一个体系 我们都故意把它做什么样的一个分离 政治归政治 专业归专业 其实不然 那在这一次的这么丰富的一个旅程 从东岸到西岸 我都感觉到我们的土地使用的规划 其实跟我们的政治其实分不开了 别人的故事你们看的感动 不是你亲自体验的那个感动 三分钟热度有限 那个不会让你有力量要去行动 而是你真正自己靠近过 我想这也是这一趟 詹律师精心安排的 让大家来靠近环境 靠近海 靠近阿朗伊 靠近刺瞳的朋友 靠近洪老师 靠近后弯的朋友 让你们去体会 那个靠近之后 跟你们听到的 网路上面看到的 抓下来的 你们的想象度会不一样 还是体会在个人 我只能帮你们打开这一扇门 让你们去体验 未来的修行在个人 以后还是持续有机会 我们还是可以再出来 继续做这样子 做其他的体验 因为人家国风也说要来 我们待会要继续的办下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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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法庭说出土地的美丽 让法官做出正义的判决 当这群环境律师 深刻体验土地之美 未来更多的行动 不只是法条的攻防 而是土地真理的仗义直言 如此 对